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新闻大白话 有没有听到说这个赖总统非常非常不喜欢人家在直播的时候吃东西 说比较正确的为什么要说就比较专业这个人吴珍 那个时候他自己出来把这件事情讲完之后他就开始讲说 总统怎么会想想想想想想想对吗 直播吃个东西轻松啊少年怎么会看啊 没有吴珍虾马上跳出来了说没有斥责也没有训斥啦 纯粹就是那个时候刚好余晴call in有提到 那主席很关心嘛 所以呢就会跟他讲说 其实你们应该多分享一些国际大事 比如说美国大选啊 对不对下个星期要登场了 比如说北朝鲜要戳边乌克兰啊等等等 这种感觉好像是有点要帮这个赖主席洗白啦 但是讲到国际情势 这主席可能会认为做总统 所以国际版权他很清楚 比如说他前一阵子就曾经提望中国可以发挥影响力 结束俄乌还有中东冲突跟台湾承担责任 但是他就要讲啦 这两场战争现在美国他都搞不太定了 你祈祷这么远的中国去来做这一件事情 这是不是有点距离现实太远了一些些呢 那要讲俄乌的话不知道赖总统知不知道 剩下一个最新的联合国数字 说俄乌战争过后 乌克兰的人口已经锐减了有800万人 如果你在算课里面 那个时候到目前为止已经缩减了有1000万 战争真的很可怕 好赖金德总统就讲了 在两国目前的状态 他认为他应该要把一些正确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比如最近大家常听到他讲的 祖国论领土论 说这是总统的意思啦 因为他要用最大公约数来团结国家 还有这整个团队 据说他是把先前曹青城长的那些话 还有从李登辉总统啊 蔡英文总统啊 陈水扁总统他们讲的那些话 把他融会贯通之后 用自己的意思说给你听 这是能够让国人团结的最大公约数 让社会有更多讨论空间 蛮妙的喔 今天发这个新闻的 一个是联合 一个是忠实 都是比较偏蓝的媒体 另一个忠实是怎么讲的 民进党人士出来讲 讲说政律军才不会被质疑卖台 所以呢 赖清德他认为 这个跟蔡英文的时候的论述 还必须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不一样 他现在他是政律军嘛 所以说中华民国没事情 他讲中华民国不会有人质疑他卖台 他才会想要让他自己 来讲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来团结整个台湾最大的公约数 说这些呢都是赖清德 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 讲到了两岸 现在也传出 这一个机构亚太基金会 一直以来呢 大家觉得说他比较像是民间 学术智库这样一个角度 在做两岸之间的交流 那这一位许姓良 一直以来也是民进党两岸事务的大佬 说要继续延任下来了 其实从2016年 那个时候蔡英文当总统 延任他过来之后 他就一直留在亚太基金会 现在赖清董事长来也没有要换人 而且呢也把这个邱太三 也算是英系的大将 还有罗文嘉说通通列入了新董事 罗文嘉当然就因为 他现在是海基会的副董事长 那先前呢 他也到了前线这边 讲说他要送和平之路 一直叫和和 一直叫平平的梅花路给对岸 现在国台办的讲法就是 这个叫做化众取宠 要送礼呢 基础是要有诚意 那没诚意就叫化众取宠 叫他去做点实事啦 比如说他就认为 台湾的经济部长要去海外 去菲律宾种电 他就觉得这就不叫实事嘛 他就讲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陆这边在推的福建跟金马通电 他觉得反而还比较 有机会来承行 他还希望早日来争取 来实现这一些所谓 美好愿景 那讲到比较政治层面的部分 这个国台办就直接说啦 赖清德10月25 好像没有提到光复这件事情 他觉得这个叫做构建台独史官 甚至呢用词蛮重也很直接 说赖清德是树典旺族 是民族上面的败类等等 好可是两岸之间的善意 就赖政府来说 他们认为他们一直都有善意 比如在今天管壁里 我们的海维会主委也特别提到了 现在呢说货陆籍大陆籍的货轮 一出港之后呢就遇到台风 然后弃船 我们的海巡还特别到前面去 把他们通通给营救回来17个人 他说这个是海巡的日常 特别呢也强调 证明海巡署是创造 两岸人民福祉的一个最大的部队 一个最大的单位 看起来善意都很多 好可是问题是大家的感受上 两岸之间现在就好像是 没什么在交流 甚至谈不上善意 就想要请教一下任俊哥了 您认为赖政府他现在应该怎么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希望吴珍啊 还有他们的政政会执行长 都必须要更正确 吴珍赶快跳出来了 过了一个礼拜 说没有啦 没有骂人啦 过一个礼拜才出来讲说 没有这么严重 老实讲也太晚了 确实啦 就是说赖清德接任总统之后 或者是他接任民进党的 这个党主席里面 确实有对很多事情 他都非常非常关心 那我大概理解就是说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说 要他们这个所谓的发言体系 甚至是这个 包含像这个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在外的这个言论 要稍微有所调整 是因为他们有一些 这个民进党的资责 据说是不止一位 然后一直三不五十 又打另外去党中央 然后去抗议 然后讲说政策会的话 是不是应该提一些 跟政策有关的东西 那吴珍他是担任 是个所谓的发言人 那发言人的角色适不适合 就是要不要符合一个 大家传统对于发言人的样子 那这些话大概看起来 是传到赖清德的耳朵里面 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表达 那可以看得到赖清德 其实在从他接任总统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很多是 关于人的沟通的部分 一直不断的跃上台面 在前一段时间 就是包含到说 是不是去参加这个 国防部的将官晋升的这个查会 有没有不高兴 那在更早之前也有 说是不是骂了谁谁谁 什么彭启明还什么的 那结果又出来解释 说又没有或干嘛的 那这个我当然认为 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讲 这是他的问题 就是说他希望表达一些东西 给大家知道这个OK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的人在党内沟通的部分 所传出来 如果最后面都变成是 所谓负面的消息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传出 就如果一开始传出来就讲说 对啊赖总统就希望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OK了 结果传出来是赖总统就不高兴 然后训斥赖赖主席说了什么话 然后最后再来讲说 没有没有外界想的太严重 其实没有这么久 那你在第一时间传出这个讯息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做 一个对你们来讲比较和缓的表达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 赖清德他可能必须要去面对 不管是他在总统的这个职务 或者在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职务上面 那当然赖清德在这段时间被认为说 他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 都很常挂在嘴上 其实我个人是认同了 但我觉得回回到还是就说 如果他要把他挂在嘴上 大家更在乎的是 那你做出来 有没有符合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利益 这个当然就会跟两岸有关系 就是说过去是因为可能是民进党自己本身的神主牌来讲 所以他竟然要抗中保台 那如果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台 现在已经置换变成叫做中华民国 那基于整个国家利益来讲 我的抗 对抗的抗要抗到什么程度 叫做符合中华民国的利益 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民进党是必须要认真去思考的 因为这个会牵扯到你整个的 包含你如果神主牌的部分 你愿意做一些调整的话 那有一些神主牌是不是要一成不变 比如说你刚提到店的这件事情 说我不管大陆国台办怎么讲 因为老实讲他讲他的 那个跟我们来说到底会有实质印象 那很多是政治性的语言 昨天你看到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志辉 在这个被人家问到的时候 他就讲说今天这个 我们如果讲说有这个国外 我们希望厂商进来 厂商说我如果回来这个挥达 要来设厂的话 要100亿度的绿电 结果我们的经济部长立刻说 可以啊没问题 那结果被质疑啊 说我们现在绿电的部分 才260亿度啊 你今天空口就说100亿度 没问题我就给他 那请问破口从他里来 我们现在的电是一拜一拜 就是我现在整体的这个电的部分 其实老实讲 他们都说没缺 没缺为什么 台湾不缺电 是因为我们现在从数字上面 看起来我们实质上的发电量 跟用电的 是来到一个 他们讲叫平衡 那你100亿度你就这么答应出去了 请问这100亿度的扣打从哪里来 那我们可爱的这个郭志辉 他被人家问到 他说什么 反正又不是现在要 等到他真正要的时候 我们来 我们到时候再来解决 那我就讲实话 你郭志辉从一开始的时候 搞什么核电政策 你也可以调整 就被骂 然后前一阵子说什么不缺电 也被人家讲 然后再来就是说 要跟菲律宾搞电厂 海底电厂你又盗窃 现在又来了一个说100亿度 你我们要签在公共资 他还讲一句话说 因为我以前不是经济部部长 你现在问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要不要想想你前面多少次的发言 关于电的这一块 你都一直被打枪 所以我其实认为就是说 我比较友善的想说是 他可能希望厂商能够回来投资 可是当涉及到能源 这种很务实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随口就没问题 我通通都答应 你的做不到 什么样叫做反正他又不是现在要 这种话说出来 你就知道是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 就是先骗 先骗说有 你要爱谁我都给你 要他告不 没有我们就再来调 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 你就发现那种急性式的回答 是很糟糕的 先骗你会跟他说吗 不知道有没有接到 我们在总统的电话 赖总统感觉亲力亲为 所以刘盖茜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他现在就告诉大家了 现在你们发现他一直在讲 中华民国领土论加祖国论 那是综合各方的说法 他想出来 他进行策略 这个当然来行的看部队 外行的队南北 我们很理解 这次的讲话是在 美国不想有意外发生的状况之下 那美国也必须对北京 来做一个交代 所以我在帮你管控他 那11月5号他们就要投票了 所以他不想在这个时候 出了乱子 各位不要小看 北京如果说 这对于这个美国的选举 真的是要下指挥期的 指导期的时候 你看有多少华人在美国里面 那是会引起到 这个投票倾向的改变 所以不可能出来 所以当天你可以看到他就是 按表操客 照着搞 这边看看 那边看看 就是一直是这个角度 所以为什么独派会抓狂 独派就是说你把他搞到这样子 但是赖清德的内心跟他解释是 我还是独的 所以他变成四不像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看出 他现在有这个困境 但他跟美国也是在搞一个新的路线 他不愿意再透过原本 包括萧美琴 包括蔡英文总统这个路线 他要自己跟美国建立一个新的沟通管道 当这个新的沟通管道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国安团队的改变 所以现阶段不得不 他是在被管控当中 所以你看他愁美不展 手臂不垫 他不会快乐的 纵然他想要把这个台独的概念置入 但是他不敢大剌剌的去做 所以就变成跟原本的独派 基本的独派这些人 看得就很不爽的 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 那看到罗文嘉 那罗文嘉就 现在就谈到赖清德的用人 能让赖清德信任你的不多 所以他用人的范围也很窄 那包括像罗文嘉本来 他蛮优秀的 在民进党里面 他可以算优秀的 可是他跟马永诚的命运就不同 显然赖清德对马永诚的信任 信赖比罗文嘉多一点 所以这个就你再看到 民进党内部 赖清德叫你说直播要怎么样 这个过程 他是认为 赖清德大于民进党 所以如果不是 这一次是提名赖清德出来选 民进党挣钱不保 也只有赖清德 他勉强才能拿到40% 所以蓝白没有合作 那如果是别人 蓝白不合也不会赢 所以他是要出来拯救民进党 所以不是你们这些个别的委员 什么你们支持我 不是这样 是有我在你们才能当选 帝人不对 对 所以我是来救民进党 我来救台湾 这个是 你要先了解他在想什么 他的个性是什么 所以包括这些人 他把你顶势多好而已 他教你怎么做 所以你们要去按照他的说法来 包括他在内部 他说什么 你们就要唱 他是没说唱质量改 你们要发短影片 你们要直播 你们要去谈什么 应该你都有知道 也许我们媒体朋友都有说到 他们内部是在沟通这个 他们有一个中央厨房 总统希望在哪 在那块就是主席希望在哪 那就表示他也了解到新媒体 新生态 他要怎么去改变 可是对于用人这一块 他没法去改变 他还是要按照他本来所想 他能信任的人不多 而且你看嘛 打黑金 现在他这种做法 已经让鹰派慢慢 鹰细的慢慢在集结 因为他现在包括光电处理的 就是原本鹰细的那一路 但是你到菲律宾 菲律宾是谁的 不是鹰细 那为什么最近很多的什么 菲律宾投资说明会 在变什么 我跟他们说 你为什么要把老美拉进来 你从菲律宾拉一条电缆 你都会沙盘推延 被四周被封锁 瓦斯进不来的时候 怎么样的时候 要断你一条海底电缆会很难吗 所以你的菲律宾投资 国家补助以后 后面会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会想不到吗 来 请教一下惠文哥 你会怎么看 说这个第五 可能比较败 因为国民党的党主席四年选一次 应该是2021的党主席选去 每年2025国民党要选党主席 我给各位观众朋友 因为党员才可以投票 我们电视机头前 网路上官 国民党的党员的朋友 党主席要支持谢隆介 不要去投票 谢隆介之前去乌敦义修理的时候 他就很多人入党 要把隆介上碰到 立委可不可以兼党主席 当然可以啊 江启臣就立委兼党主席 黃國昌以前也当党主席 谁说立委不能当党主席 是立法院长不能当党主席 立委是可以兼党主席的 所以有什么要把谢隆介的碰到是怎样 像刚才你说这10月9号的中常会 去登出来 就跟什么东西很像 我跟大家讲 跟这个很像 习近平叫拜登什么反态度 这个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11月的APEC 你也好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0月9号的中常会 然后现在再出来放消息 看这个新闻 就刚才陈彦宇说的 为什么他放消息给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在收割你那些逻辑不清楚的 中华民国粉 中间选民跟浅蓝的 骗一票是一票 骗两票是一双 这是什么 谢隆介说这个我实在 我听说 10月5号的祖国论 你国庆晚会讲的 郭正亮也讲 谢隆介讲说独派抓狂 10月5号到现在已经三个礼拜了 你要抓狂就比较快 比较快 可以持资政的就持资政 可以持国策顾问的就持 可以网络联署可以去 怎样 你听赖清德说中华民国113年 很厉害 你们要站出来 你们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赖清德 去骗国民党的票呢 你们以前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中华民国哪有113年 中华民国就灭亡了 你也好了 独派以前不是这样讲的吗 你们是真的独派还是假的独派 你们是真的台独吗 还是商业台独 选举台独 募款台独 没有台独啊 哪有什么台独 骗人 骗孝 哪有什么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灭亡 流亡政府啊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观众朋友是这样 你要看清楚 这是赖清德 一定做认知作战 所以我再度的谴责韩国瑜 那个论述太肤浅了 中华民国总统说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你就讲得好 谢龙介当时讲什么 清德兄愿意讲中华民国 祖国论我很感动 你很感动他就刚好啊 他现在就来了 领土论祖国论 让大家来 我们清德就是这样 我现在要戴什么面具 我再想一下 联合报的漫画发得很好啊 你TBBS的民调 他民调都很漂亮啊 你看 这个互不利数 六十几%七十几%的支持啊 不是这样 他就说互不利数啊 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台湾人现在比例六十几% 自认中国人只剩两%多了 他现在底气很穩啊 你国民党的论述是在台湾 我跟你讲 很抱歉我的结论 朱立伦 卢秀燕 这些人 他们的论述我都不信任 我信任谢龙介 特写一下 如果谢龙介要选党主席 我要加入国民党 敢会付 应该是会付 我加入国民党 我给他赠一票 党费你帮我交 因为我就没钱 国民党没有论述了 就当国民党没有论述的时候 像赖清德这种骗票的才会出来 懵怪啊 一些逻辑不尽 赖总统都讲中华民国的 要团结大家